欧元下跌至三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对英镑下跌趋势仍然在继续着 但是这会持续多久呢 即将加入我们的是拉吉威尔格雷瓦尔 拉吉威尔你好 欧元对英镑的基本面被预测为进一步的熊市 而美联储会议纪要不仅仅是欧洲 也是今年全球的焦点 12月份升息的可能性大吗 这对你的一个月的价格的预测 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欧元英镑在11月份的时候下跌至0.70 而并不认为这样的趋势会在短时间内改变 所以我认为在2015年结束以前 价格都会低于0.70 你认为在三个月的时间将会出现多头的趋势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将在明天出台 可能会有更多的宽松和刺激的政策 欧元将会有何反应呢 在下跌以后 我认为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价格应该会反弹至0.70以上 而最高的价格我们都知道曾经来到过0.80 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接下来 仍然有着很多的空头的趋势 而在2015年11月份的趋势的转变是非常的强劲的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所说到的我认为 该货币队从11月份开始将会出现多头的趋势 而这两个经济体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你认为是暂时还是会持续一年呢 我的12个月的预测就是 我觉得欧元将会进入到熊市 预计到时候价格将会从0.6992下跌至0.66800左右 回到去年的交易水平上 所以欧元英镑货币队所面临着的更多的是下跌的风险 从经济数据来看 这两边的经济体都有着一定的风险 但是欧元区的经济风险则要更大一些 好的 拉吉威尔 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的预测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